你怎麼啦 欸 你怎麼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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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啊 來啊 拍招呼鼻子 我跟你靠一張錢 我真的拍我笑 復興女子被朋友一拳揍在地上 狼狽爬起來 雙方在熱炒店互相咆哮 來來來來 你家怎麼都開不開玩笑的 我先問你啊 你都... 然後來 那是東西啦 然後來 兩人互嗆怒火衝到最高點 其他人趕快擋在中間 避免又打起來 最後復興女子默默走出熱炒店 手還扶了一下被打的部位 這使她兒子恰巧走進來 不想被小孩發現自己被暴力對待 趕緊叫她出去 為了什麼原因 朋友間突然反目成仇 只因為這個舉動 我就跟媽媽一起說 我要跟她開個玩笑 開她的頭要跟她說新年快樂 我等一下要跟她說新年快樂 所以她就打我 只是和朋友打招呼 想給個驚喜 拍了對方的頭一下 沒想到這個舉動 變成驚嚇 朋友暴怒打人 因為我其實平常跟她相處 都是這樣子 很大的 但她也都是直接拍她 她也不會怎麼樣 傅小姐說她是單親媽媽 11號晚上帶小孩去苗栗市 某家熱炒店外帶 剛好碰到一名流性朋友 結果竟然變成暴力事件 原本以為兒子都在車上沒看到 想說算了趕快離開 結果小孩目睹媽媽被打 傅小姐驗傷後有腦震盪報案提告 但被控打人的流性朋友 翻控傅小姐先動手 還說根本跟她不熟 我跟她不熟 市長這麼多朋友在旁邊看 突然被打巴掌 她跟你講說打招呼 跟你開玩笑 幾歲的人了 有沒有收到可以這樣打招呼 已經不重要 因為現在雙方別說say hi了 直接撕破臉對不公堂 TVC的謝古金苗栗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